今年一度的學家蘇葵花文化財已經登場 今年是特別來迎賞 很多不一樣品種的蘇葵花 行動了很多人家賺來欺騷 剛才有回應可以給民眾來欺騷 酒瓶也有很多大雄和蘇葵花放在外甸 要一個家庭都有豐富有演出 快期會有個汽收到五月底 歡迎全國民眾賺來欺騷 看過去媽媽的人家在火海裡面驚來驚去 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帶他們來 這是學家今年幾度的蘇葵花文化活動 23號最后在豐富的表演中登場 市長的鐵仔前來跟民眾做的最新的動作 今年的蘇葵花不僅是更新的品種 而且花期延長可以到五月中五月底 那這樣子從現在三月底到五月底 就是兩個月都陸陸續續輪流開花 這是非常美不生收的事情 還有蘇葵草還有許許多多的機關花 這些非常漂亮美不生收 歡迎大家能夠來到學甲 賞美麗的花 看美麗的風景 我們從高雄來就因為在手機上 有看到這裡有花的活動 就想來這裡做做逛逛 今年是蘇葵花文化責賣力第十一年 孔区除了火焰機關 群衣草頂頂冠近火海 讓民眾非常入暗 今年也在北陰前不一樣平靜的蘇葵花 讓整個火海繼續開花生中 有個火期的燃燒稿五月底 因為我們今年營進新品證 行動很正常 但是它比較慢 所以說我們古增的火在開 我們搭配到增木蒸就已經很漂亮了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學家蘇葵花 我們這個火期會再延後 有可能它用到四月底就沒有火了 但是有可能我們今年 氣候因素沒有影響 我們這個五、六月 還有我們這個蘇葵花 讓我們看看 火幾多年 除了百火多方的美景 酒餅也有很多東雄 以及蘇葵花的海來多年 接下來每星期六、拜日也都有豐富的演出 歡迎全國民眾全翁遊玩 欣賞春天的回景 記者寫什麼影響跟哭唱不得 谢谢大家